中央军委释放诡异信号 习近平要求军队准备打仗 李嘉诚超低价卖访 内地网民表示 他知道危机要来了 中共炮击菲律宾补给船 美国发声 台湾网友发文 心爱宠物兔回来当儿子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一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隶属中共中央军委的军报 8月6号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 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正值中共攻台主力火箭军 近期陷入多重丑闻 人事也出现了动荡 官方突然强调备战 格外的令人关注 为给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学习纲要 印发造势 中共军报连续发表13篇评论文章 6号刊发的是第5篇 拍片就引用习近平提出的 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必须聚焦能打仗 打胜仗 鼓吹要打赢局部战争 有学者认为 这篇文章侧重政治意涵 并不意味着北京打算动武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书范 对联合早报表示 最近火箭军司令员政委双双被撤换 加上外船前任两个副司令员也被调查 可以追算军队内部正经历规模不小的整顿 他认为军方的文章也是配合整顿 强化政治学习 文章重点其实在于要求军队听党指挥的部分 不过也有不少的观察人士认为 上述看法过于乐观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早就说过 习近平已经下令共军准备在2027年之前 武力统一台湾 特别是中国经济严重衰退 频繁的爆发社会危机 中共已经面临统治危机 习近平就会对外发动局部战争 转移矛盾 原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 6号在直播节目中也表示 习近平打算入侵台湾 不过姚成认为 习近平不仅为转移内部矛盾 还有更主要的目的是抓军权 特别是最近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都传出事 扑光军队对习近平不够忠诚 习近平需要制造战争状态 以便进一步的管制军队 这是共产党的惯例 姚成还举例说 毛泽东在三年灾害 饿死几千万人 自己在党内威望遗落千丈的情况之下 在1962年和印度打了一场边境战争 有效的把军权抓在了手里 紧接着又发动文革 让自己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还有邓小平为了从华国锋手中夺权 打了对越南的战争 把自己亲信推到前台 并且在军队系统架空了毛泽东派系的人 战后成功的把华国锋赶下了台 姚成说 中共这两场战争都草草收场 因为打的毫无必要 就是为了抓军权 现在习近平也要这么做 通过战争来鉴别谁是真心跟着他 通过战争来清理军中一己 在战争状态下 习近平可以把他不信任的人就地免职 不需要再用反腐等等的理由 另外习近平也要通过对台湾战争 进入第四任期 姚成认为习近平得罪人太多了 他不能退下来 而且目前他在共产党内 能站得住脚的连任理由 就剩下了所谓的统一台湾 姚成还进一步的分析说 中共明白登陆作战难度太大 军队也不愿意送命 因此未来可能采取的手段 是动用火箭导弹等强大火力 摧毁台湾的基础设施军事力量 让台湾经济瘫痪社会动荡 火箭军因此非常的重要 一是以短程导弹 定点打击台湾的指挥所重要设施 二是动用远程火箭 中共从2020年开始 就在部署远程火箭打击力量 远火营 在面对台湾海峡的四个集团军里 每个旅标配两个远火营 未来用可以导航的远程火箭 摧毁台湾机场 码头等基础设施 因此台湾和美国切勿调以轻心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集团日前公布 以破天荒的低价出售位于油塘的新建住宅 青海裔 售价比附近的二手房还便宜三成 创下了七年来的新低 这被称为在香港楼市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 也引起了内地的热议 虽然有房地产业者表示 青海裔减价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房型较小 没有阳台等等 但是微博的网民有从另一个角度的解读 网民称李嘉诚七折抛售楼盘 用抛售这个词 评论区也多认为 李嘉诚是高位套现 认为李嘉诚有必顶极险的能力 只能说大的要来了 过去十年的时间已经印证了李嘉诚超于常人的判断 雅虎财经报道说 有上海的KOL关键意见领袖 从香港的宏观环境分析认为 香港今年移民流出人口仅20万 并且还处于上升的趋势 这背后就值得深思了 加上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定位出现了变化 产生了逆转 而新加坡逆军突起 香港未来的人才流入 了将降速 从供需角度来看 香港楼价未来走势就不太乐观 他认为七折卖楼 是希望回笼资金 不惜割肉 而且李嘉诚到底看到了什么 这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微信上有财经主持分析历史经验认为 李嘉诚每一次的点 可谓采得都非常之精准 尤其擅长逆周期抄底 这次是不是再次需要现金为王呢 菲律宾8月6日指控中共海警船 在南海仁爱礁附近 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不击船 菲律宾称这种做法 无视船上人员安全 并且违反了国际法 中方则称菲律宾船只 非法闯入领海 美国谴责中共威胁地区稳定 并且表示可能依据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保证菲律宾的安全 事件发生在8月5日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正护送几艘补给船 给驻扎在仁爱礁的菲律宾军人运送物资 其中一艘补给船被中共的海警船攻击 北京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海域拥有主权 但是2016年 荷兰南海国际仲裁庭做出裁决 认定中共对南海海域和岛礁 并不拥有历史权利 美国国务院谴责说 中共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与稳定 对任何针对菲律宾公共船只 飞机和武装部队的武装袭击 美国将依据1951年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第四条规定的 共同防御承诺予以回应 日本也对菲律宾表示支持 并且补充说 骚扰和侵犯合法的海上活动 并危及航行安全的行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日前有网友在台湾的社交网站迪卡发文说 两年前过世的宠物兔竟然变成他的儿子回来了 问大家是否相信投胎转世 这则贴文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这位网友说 他几年前养了人生中第一只兔子 取名Bibo 但不幸的是 Bibo眼睛生病 医生判断说顶多能活六七年 但是网友还是花了不少的医药费 精心的照顾这只兔子 两年前Bibo离世 在火化之前网友用奇异笔在兔子的脚上画了一个圈圈 作为记号 还许愿说希望Bibo来生可以当他的儿子 今年六月份 这位网友顺利的生下一个儿子 但是没想到 竟然在儿子脚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 和他当初在Bibo脚上画的圆圈的位置一模一样 更不可思议的是 有一次网友抱着儿子问 你是Bibo吗 儿子竟然马上的睁大眼睛看着他 网友觉得这不只是巧合 他惊叹的说兔子回来做儿子了 提文一出 大家纷纷的跟帖说 真的是得来不易的缘分 你一定是个很好的主人 他才舍不得你回来了 更有网友发现一个神奇的巧合 今年出生的孩子 生肖也是属兔的 美国著名的精神学专家 E.N.史蒂文森被称为 世界公认的轮回转世研究权威 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轮回的存在 他的著作《欧洲轮回型案例》 记载了史蒂文森40年间收集到的 大约3000个儿童前世记忆轮回的案例 其中很多关于轮回转生的故事都非常精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两天 北京周边陆续传出不再泄洪了 有的地方的水开始慢慢的退去了 8月6号 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 说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说北京的房山区 蒲娃镇大水过后 竟然有一座低矮的龙王庙完好无损 就连龙王庙外墙都没有一点破损 外墙上画的龙还清晰可变 据网友现场观察 大水后的痕迹 水都已经没过了桥面 大坝都坍塌了 所有的建筑物都倒了 这让这个低矮且完整的龙王庙 更为的突出显眼 网友们讨论说 这可能是早新年的建筑 真材实料 不是豆腐渣工程 所以结实 但是有人却觉得 不只是建筑结实那么简单 这是神迹 于是有人就说 如果是这样 那也太打中共的脸了 过后一定会被拆除的 一位网友就回复说 拆除 忘记了那个奥运会建会场 拆不了北岭娘娘庙的事情了吗 如果感动这个龙王庙 下场应该和北岭娘娘庙的感觉差不多 其实呢 这几天的大水 包括地震 出现了很多奇异的天象 更多的内容呢 我们会在会员区聊一聊 希望之声的会员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让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支持良心媒体正向运营发展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